好,听到终身上课了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开源新手军的议程 那这一场呢,我们要分享的是 All3它长达五年的一个开源专案的贡献成果 那要讲的是VIM这一个很热门的文本编辑器 那我就交给All3自我介绍 然后也在这边,在议程前先稍微跟大家宣导一下 这是我们的场馆内是不能够吃东西的 所以就是大家喝东西OK,但是吃东西就再帮我注意一下 那我们就把主持棒交给All3 谢谢 谢谢 好,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就记得那个slide.com这边7407449 好,那因为今天内容有点多 所以我就不浪费时间 那我今天要介绍是我一个偷偷摸摸在帮Github 做支援VIM license的一个过程 这个其实超乎预期,我弄了整整五年才弄完 但是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那个等待缘分 就是佛系的贡献 好,那我的投影片内容是英文,不过我分享是中文这样 好,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是All3,那All3就是刚刚那个Mess有提到就是要取一个ID嘛 就是尽量unique一点 那我就用这个用很久,那我现在正职是web developer 那我参与Molida社群好一阵子,那我有写一个blog 然后以前也有做过不少分享,不过这几年因为有小孩 所以就比较少参与 那和今天比较相关,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 是一个重度的Vin的使用者,那我有写不少Vin script 然后就是,就是也有做过一些分享 那再来就是对Open Source有蛮高的乐爱程度 好,那再正式进入到这个贡献的过程 我先介绍一下两个东西 一个是GitHub和Open Source的一些功能 它对Open Source那个license相关的功能 那再来是Vin license,就是Vin它使用的这个授权条款的一点介绍 好,那GitHub对Open Source的license的功能 其实大家可能多少都看过,就是举例来说 你在create一个新的reparatory的时候 里面你其实可以直接选择你这个新的专案你要用什么license 那它都已经有一些样板都帮你建好 所以你只要下拉选单选好,很快就可以 就可以把那个license file建立出来 那再来是Choose a License 这是一个GitHub做的Microsite,一个小网站 就是它的用途就是帮助这些开发者 他们有些人对法律或是对license没有那么熟悉 那它这个网站就是帮助这些人来去挑选最适合他们专案的Open Source的license 所以你会看到这上面有三个icon 然后就是你最希望你这个专案的用途 你想要和community合作之类的 然后你就可以去那个纸类别下去挑选最适合你的那个license 好,那再来就是和今天最相关的就是它GitHub有支援去侦测你的那个reparatory里面 是用哪一个Open Source的license 那如果侦测到的话,举例来说这个reparatory是用mitlicense 那它就会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用那个有一个很很很显眼的资讯 就是提供说这个专案是mitlicense 然后右边你可以看到这个mitlicense有哪些特色 例如它是不是允许商用啊,那它是不是免费 然后它是不是有什么传染性,就是像那个GPL你用了之后 你修改之后你也用同样的license去釋出 好,那再来 呃,这个功能 有几个特色就是 呃,它其实那个资料是有进到那个 呃,进到资料那个 MetaData里面,所以Github有些其他功能其实是有资源 像是Search by License这个功能 那再来就是它的资源的license其实不多 那它底层是用一个叫license1的RubyGin去使作的 这个后面都还会再提到 好,那再来介绍vinlicense 那vinlicense是一个vin专用的特别的license 那根据那个license的那个说法 它是GPL compatible 然后,除了vin的生态器之外 其实很,应该是没有看过有人用喔 好,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license有什么特色 第一个,呃,第一点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重新发布vin 就是只要,呃,如果是没有修改的话 你可以直接重新发布 但是你那个license不能把它拿掉 好,第二个比较特别一点 如果你修改过vin,然后你想要重新发布的话 那你必须要留下你的那个联络资讯 就是你是修改了 你要留下你的联络资讯 然后,VIM的vin的maintainer 有可能会跟你联络说 哦,我要把你这个 change merge回来 那这个时候你要无偿的把你的change 提供给他 那,甚至 它把那个maintainer的资讯 人民的email都写在这个license里面 这是非常特别少见的 好,那再来后面还有提供 还有说有其他的一些发布方式也是可以的 像是你可以把source code直接就发布上去 好,然后还有你发布出去的版本 就是你修改过的版本 你至少要在那个version里面的资讯 写说你这个东西是修改过的 就是你不能混淆使用者说 这个东西是原版的 然后你刚刚提供的那些联络资讯 就是也不能随便的删除掉 那第三点,这个就是 如果你修改VIM,然后你要重新发布的话 它是很建议你就是同样 一样使用VIM license来发布 好,那大家 VIM license内容大概是这样 大家有没有发现 里面有很多这个VIM这个单子 然后还有VIM maintainer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那我有稍微算一下 大概有25个VIM出现在这个license的内文 好,那这两个东西介绍完 那我就要来讲一下 我今天做这个贡献的时候 一开始我有个动机 那这个动机其实很简单 就是那个时候我VIM使用很多嘛 我想说VIM这么有名 Github在推出这个新功能的时候 竟然不支援VIM license 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去想 去想要怎么让Github去支援 那最简单就是我去他的文件到处找 然后发现Github其实文件写得非常好 然后他也也有提供相关资讯 就是我如果 他说如果你的你想要用的license 没有找到的话怎么办呢 他有一个连结点下去 就是那个解析度有点不够 不过大家之后可以去那个 看我的简报档上面去看比较清楚 就是最后有一个request including the license 然后点过去就发现他就连去那个 choose a license那个网站 然后这边就是一篇 一些文字告诉你说 你如果要新增一个license 到choose a license里面的话 你需要做哪些事 然后你要提供哪些资料 然后 然后从2017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这件事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开了第一个issue 在那个choose a license 我就在那边开一个issue 说哦 我觉得你们这个专案很棒啊 然后可以新增并license 因为我想说哦 并这么多人使用 然后我开个issue 他们应该就会去做这件事了吧 但是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哦 大家这个解析的不够 不过头像很重要 我刚刚mess说过 这个头像大家记得 他之后还会出现很多次 然后就要称他为mike 然后mike就跟我 就问我说哦 你的那个 这个 呃 issue 这个需求我们有看到 然后他问我 你的那个vincense 有没有符合 这些条件 然后就稍微跟他 来回了几次之后 我就放着没有管了 好 然后就一直等等等等 到2018年 我的issue一年没有动静了 所以就被关掉了 好然后那那阵子就是 社群活动很多嘛 然后那时候 那时候就没有 没有特别再 花动力在这 所以就一直等等等等 等到2019年 好 这一次就是 我我我已经忘记 2019年 为什么再次想要做这件事 然后这一次我的 我的想法就是 我不是开issue 我要开pr 那 开pr pro request 一般来说 就是接受度也比较高 就是大家 呃 在在维护专案的时候 其实是看到pr 通常会高兴一点 好 然后我就再次 来看这份需求文件呢 我就这次我们就仔细来看一下 好 第一点就是 我的这个新增的license 它要有sbdx的identify 要有一个sbdx id 等一下会再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 然后第二点 它是要一个授权 认证过的open source license 就是有些license 不是真的符合open source定义 那这边其实有三个 那个清单 就是这些清单内的 基本上就是 比较没有疑 然后第三点 就是你的license 至少要1000个public repository 所以使用它 那第四点就是 三个知名的专案 要当那个范例 好 那第一个sbdx的id 没问题 我去搜寻一下 就找到了 好 那第二个 那个是不是被诊证过 然后这个 就是在那三个清单 搜寻之后 发现Gnu的那份清单 有它 所以也没问题 那第三点 其实问题比较多一点 不过我就是想办法说服它 因为 在那个 真的放那个 vin license本文 到那个 你自己的专案里面的 这种人用法 其实用这种方法的人 其实很少 大部分写vin script 會用vin license 他通常都写一个 send as vin 但是他的license 就写 哦和vin一样 但是我搜寻这样 其实可以找到 一万多个结果 所以其实我认为 实际上应该是有达标 但是我 没有办法给那个 maintainer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好 那再来 那个三个知名专案 第一个当然就是vin嘛 然后 第二个我挑的是 那 pastogen.vin 这个是 有在 开发vin生态系 或是在 重度的vin script使用者 应该都知道 就是他 他改变了vin的那个 plug in的生态系 然后第三个 那时候还没想到 所以就先放着 那 Juice license 除了那个 需求 达到之后 Juice license 要贡献就是 我要写一份 这个文字资料 那就可以看到 有一些metadata title 然后有哪些 三个专案 他的特色 permission condition 和limitation 那再来就是 那个license的本文 这个是拿mitlicense 来当 当范例 那 再来你会看到 他里面本文 其实有一些中括弧 就是 这个是可以 其实是有 可以替换一些内容 然后我就一样化弧 我就做了 vin的版本 然后大概 大概先准备到这样 然后 这时候就是 我 我想到那个 vin license里面 那个vin VIM这个字 出现非常多次 然后 这个时候 脑袋中就有个问题 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替换 因为 因为我现在我要开发自己的专案 我自己的专案 名称不叫做vin 但是我 用的license里面 写说 哦这个软体叫做vin 然后你要改这个vin的时候 要怎样怎样怎样 那这样这个授权 是有效的吗 那 这个问题就是 就在我脑袋想了很久 后来 我才决定 我就去问那个vin的作者 就是 我去到那个 vin的 vin.dev 那个mailing list 那vin.dev 我是怎么找到 其实在那个vin的官网 vin.org 里面就有 说你要 討論问题的话 可以去哪里找 那他就是 就是指引到这个mailing list 然后就去那边问 然后他那个brand的回应 其实还蛮正面 他他不像那种很浮夸的英文 就是说 哦 perfect this is awesome 之类的 他就是很正面直接的回答我 哦他觉得应该怎样怎样 他就是 只有针对这个问题回答 他没有说 哦这个东西超棒 怎样怎样 然后答案其实就是 是的 我应该把那个vin 那个单字换掉 但是 vin maintainer 这个东西 不应该换掉 所以这时候 其实会出现一个很特别的情形 就是例如 我现在开发了一个软体 不叫vin 然后 然后 我发布出去 然后假设Rock 把它改改 然后他又发布出去 但是不含那个 不含那个source code 他发布了另外一个版本 这时候 如果 如果我有意见 他的 他修改过 他那个source应该放出来啊 但是这个license 不是这样写 只有vin maintainer 就是brand 他可以去要求Rock 把那个source给他看 然后他决定 哦要不要给我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形 哦 好 那现在终于 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我choose the license 那个资料档好了 那我的license 应该要可以直接动了吧 结果 我下去跑测试 他说 真测不到 我的那个 并里面的那个 使用什么授权 我没办法判断 所以我只好去看license 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好 那license 刚刚没有介绍的很仔细哦 那他 他是一个Ruby Dream嘛 然后 他其实 里面用来比对那个 你用什么license的 资料是从choose thelicense.com 那里面来的 那他 就是只支援部分的license嘛 就是choose the license 里面有列出来的那些license才有 那 再来就是他其实 现在支援非常多方法 就是license file啊 然后你的 pkg.json 那种pkg file 他也会偵测 然后或是 你在Redmi里面写说 我宣告说 这个东西是用什么license 其实他 也有办法去偵测到 那我们来稍微 我有去看他的那个source code 然后大概看了一下 他如果在用 那个license文本去比对的时候 他用了几个方法 第一个是他 如果你完全没有替换的东西的话 他其实会去算他的hash 直接比对是不是一模一样 那如果有一些替换字词的话 他就是会去算 两者之间的那个相似度 然后另外再浮以 那个整个文本的那个长度 就是你的那个stream length 那实际上 我侦测不到的原因是 因为我的那个相似度 只有97.59% 那那个license要求 要98%以上 才会当成是符合 那实际上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实在有太多的那个 替换的栏位了 所以我用project 然后加中华后 12project 12345789 9个字元 然后换成符 变3个字元 然后我的字串长度差距太多了 所以他就 相似度就不够98 所以就没办法 那我就只好去想想看啊 怎么解决啊 然后 我去那个license 开了一个issue 我想到一些方法 然后实际上也在本机做出来 然后去license 那边先开个issue的原因 原因是因为我想说我 呃 这个做法 哪一个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那个maintainer 偏好哪一个 所以我先去 讲说这个问题是什么 然后 我觉得有哪些做法可以解决 然后就跟他们讨论一下 结果讨论到第三篇的时候 然后这个maintainer又出现了 他说 诶 你的这个替换的这个栏位 我在spdx的license list里面没有看到 我们是应该尊重一下spdx的license list 好 所以我就只好又去看看spdx的license list 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liners foundation的一个标准装啊 他现在已经是ISO standard就是专门 呃 专门订这些license啊 你的软体的一些metadata 然后他让他解构化资料 所以可以做交换 那license list 是他们最受欢迎的专案 那 目前已经就是 在在在在在 就是广为使用 像npm composer cobel cobel 都已经支援 那这个是nit的那个license 在那个spdx上的 那个网页 那这些网页都是永久的 他们他们有有写写名 这个这些都是永久 那就看到他下面这些本文的地方 有一些红色的字 其实就是可以替换的字 字串 那bin我去找了他旧的页面 确实就是他所有的文字都是写实 然后我就只好 研究一下 然后另外我有去去那个 病的那个论坛 在跟brand说 喔有这个状况 然后我可能要来发这个贡献 去修改这个 因为他是作者 所以至少他不反对 那他确实也没有反对 他也没有说 喔OK好你就去做 那他也没有讲 但他没有反对 所以我就去开了这个PR 那其实内容是一个XML 那这终于是我的第一个PR 刚刚讲那么多 一个PR都还没发过 到这边才是第一个PR 那就是经过了一场串的讨论喔 从那个 7月开...2019年7月开始 讨论讨论讨论论 那如果注意到 那个麦可也有出现在讨论串喔 然后讨论三个月后 这个PR终于murge进去了 那他们 他们的意见 其实最主要就是 这个生态 这个Vin List 其实在现实世界 没有这么多人 真的有这种用法 那但是我回应 他们其实就一样 就是 我担心如果 那个名称不正确的话 你这个授权 是不是根本就是没有效果的 那他们后来也没有讲什么 然后某天 他们有实体会议啦 然后开完会好像就 就决定 OK 然后就murge进去 然后再回来我的 那个license的issue 那结果就是那个麦可啊 他其实偷偷的在另外的PR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然后我那个 我那个issue就 就直接关掉 那他的做法就是 那他的做法就是 你如果有那些 可以替换的东西啊 他就是会有 另外新增一些 那个容错的范围 那终于98%的相似度 终于可以侦测到了 好了 哇 然后 哦 这边有一个 我 我同时在处理这个时候 我做了一个小 小网站叫 vinlicense.dev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web app 就是你可以写你自己的专案名称 然后他会产生那个 vin的license文本 那他会处理那个 排版换行 因为那个 传统就是 角色你terminal 就是80个 80个资源宽嘛 好 刚刚事情做完已经2019年 到年末了 那到2020年 我又开了两个pr 那分别去vin和 那配售gendalvin的那个 reputery开pr 就是新增这个license 的文字 文件档案 好 那这个 呃 虽然被被被被被被被 close 主要是因为 他那个brand 他用的那个merge方法 是非常老式的 就是他他走另外一条路 所以我我这被关掉 不过 兩個pr都被收 收了 然后终于我可以去开那个pr 就是去那个pr for那个choose the license 然后第三个 知名的 知名专案就是我那边 vin license 券 趁机 趁机制度性行销 然后 这个专案 欸这个pr 你看他右边review了 又是麦克 然后他 因为其实他已经参与这个讨论很久 所以 没有什么意外 就有merge进来了 终于 yeah 好 那choose the license 上终于有vin license 这个页面了 然后就开始等等等 等那个license 以更新这个资料档 然后 二月 2020年 二月 然后等到了 然后三月他就 新版 9.13.1 然后就开始等Github 更新license 然后就等缘分了 然后就等啊 然后有事 没事就去上 那Github vin的网站 看看 vin的那个页面看看 他的license 显示正不正确 或是去测试一下license 结果有一天我发现 又偵測不到了 又变97.59了 哇 9.14 然后去看 9.14到底做了什么事 第二点他就说 他改了那个 相似度的算法 然后再去做交叉比对 发现真的就是这个 这个Commit High的 然后 同时我发现 我 我犯的错就是 我没有帮他加test case 所以他改的时候 完全就没有管我啊 就直接PASS 然后只好就想办法帮忙 看看他新的演算法 到底要怎样去修改 然后我 我花了很久时间 找到一个 他有个参数 我可以把从10改到13 然后就PASS 那这个是我找到最简单的方法 就只有改一个参数 然后同时就加一个test case 然后发那个PR 可以看到又被close 因为 因为那个Mac又在另外一个PR 把这个问题修掉了 然后 他的做法就比较 比较好啦 他就是你每一个可以替换之算 他就是再多容许一些错误 然后我就等这个PR merge 等到2020年的10月 这个PR才 merge回去 9.1 4.1 所以这样一年又过去了 然后就开始又要继续等 等缘分 到2021年2月 我就是觉得好像 好像又很久了 我应该再来关心一下 这次我就是去Github support 因为我想说 Github如果已经更新到9.1 4.1 但是还是侦测不到的话 那 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所以我这次找Github support 那Github support 有个特性就是 你发的support key 过段时间就消失了 所以你只有email 可以当你的留存 那我就是不意外的 我想说 噢我这个问题 他们一定是 会觉得我想要加license进去 不意外 他就觉得噢我 他问我是不是想要加license 然后给我那个文件啊 网址 然后给他来回 还好来回五六次之后 他就终于知道我要问什么 所以他就找到正确的人回答 我说 嗯那个 我们现在在用9.14.0 然后我也确定9.14.1 这个问题已经消失了 但是我没办法给你任何的 预期更新的时间 然后就只好继续等 等等等等 到2022年1月 就是今年终于1月的时候 我在不知道 好像是从公司的事情开始 我在玩Github的API 然后发现 就是发现他 他搜寻可以search by license 然后就拿我的那个 vin license试试看 对 结果发现 Github的社群 既然搜寻得到一些结果 Vin license 使用Vin license的专案 其实你可以找到一些 不过你可以看到只有40几个 好 然后 这时候我就去看 那个vin啊 在Github上的网页 就发现 嗯 他的 专案还是 那个授权条款 还是一样 他只有写view license 就是他其实还是没有侦测出来 那 这个问题 在Github的文件 其实有说 就是他 他有写说 你如果你的专案的license 不对的话 可以跟他们support 聯絡一下 然后就再 再开个support 然后 这次比较简单 就是 因为这是他们的标准流程之一 所以他就重新trigger 那个 手动的 手动的那个license declaration 然后终于 终于这边出现Vin license 在那个Vin的 那个专案页面上 然后点下去 可以看到 哇 这个等了5年才出现的这个画面 好 这次终于 可以好好的说恭喜 好 那 最后summary 就是 这5年大概就是做了这些 开了至少2个issue 然后5个pull request 然后在Vin那边的那个mailing list 然后顺手做一个web app 然后还有Github support request 那 最后take away 就是 我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对新手来说 就是 这5年的这个过程 就是 可以 可以让新手知道什么 就是 第一个就是你要 开始一个contribution的时候 你应该要先去看看 他那个专案 有没有一些既定的 你要开始贡献的话 有什么 方法 或是你要做哪些事 有些前置需求 你可能要先了解一下 那第二个就是 SPDX 这个东西就是 我发现国内其实好像比较少讨论到 那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 实际上就是很多的 那个package manager 他如果要说你要用什么license 的话 基本上都是用 用 他这个 SPDX license list 然后再来就是 license1 他怎样去侦测你的license 是用哪一个版本 那最后就是 刚刚有特别介绍 vinlicense 非常特别的特性 好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好 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问题 OK 这个问题是 讨论阶段时 会有人说 很少有人 很少人会有使用vinlicense的使用情境 所以 有 再有 呃 应该说 用 实际上用vinlicense的人 呃 在整个 整个软体世界里面 没有那么多 因为他只有在vin的生态圈里面 活着 那 你不是vin 或是不是vin script的话 几乎不会有人去用vinlicense 那唯一一个例外 应该是我那个vinlicense卷 因为那个就是 非常特别的case 好 如果 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那我就要把 麦克风交还给主持人了 发布 但是 必须